新鲜电影院继续拯救世界 哈喽大家好我是地下十一楼的曾琪 本期给大家介绍一部小成本丧失电影 停滞 老爸今天来到女厕室吃 啊不是 是修理里面的广播 可他刚打开外壳 里面就窜出一只大耗子 老爸把叔叔的尸体扔进马桶 叔叔我呀 这下可真的要被水冲走了 老爸看着马桶一时也没忍住 大快躲一了起来 只要了解更多精彩的内容 欢迎关注地下十一楼的曾琪 我们的目标是 搞事搞事搞事 可不可以